各位社民連的朋友,大家好 好 各位磨艇條的街坊,大家好 好 各位支持阿貴的朋友,大家好 好 阿貴剛才叫我講一講 在區議會經營 我今年是第九年做曲議員 在區議會裡面這麼多年 我們見盡保皇黨勢太嚴良 小馬大幫忙 政府講了一樣,他們跟了一樣 市民如果不監察的話 很多事情靜雞雞就過了 所以在區議會這個戰場 是好像巷戰,鎮定戰 要持續地,要有生人 經常在社區裡,在議會裡 是要跟保皇黨,跟政府 是要監察他們的工作 所以我們是要支持 社民連貴思極 不單止因為保皇黨不爭氣 而是因為阿貴是一個有質素的候選人 在地區裡面,剛才大家聽得到他講的發言 他是心思細密 他在政府裡面的工作 實際的行政經驗也都告訴大家 他是會令到在議會裡面 是帶來一些新的力量 我相信阿貴如果入了灣仔區議會 一定是令到灣仔區議會 如果再做一些保皇的工作 是沒有那麼容易的 所以我們要支持貴思極 好不好 好 全家總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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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原因 支持貴思極 是因為民主黨全力支持 社民連一號貴思極 民主派一致槍口對外 和保皇黨是要來一個生死戰 在鵝頸橋裡面 我們要贏到這個議席 不單止是因為股前 長毛很粉身地下去沙田區幫我們的兄弟 而是在區議會的戰場 左派保皇黨是佔據了很多位置 拿了很多資源 派很多小恩小惠 用很多很髒骯髒的手段 去洗腦 有些街坊不清楚 以為政府做的事就是他們做的事 他們要了工都不知道 你說得對 他們說很多事其實不是事實來的 所以民主派是要停在一起 支持貴思極 令到我們在保選裡面 一路贏下去 好 令到我們在下一次的區議會選舉裡面 繼續和保皇黨在區議會選戰上面 是一較高的 好嗎 好 全家總統院 挑逗醒我們 全家總統院 挑逗醒我們 謝謝大家